好,我们就来个免责声明 那今天我们要讲这个颈椎 颈椎老鼠 很多时候呢 现在呢 很多人都会说 就因为看着电话 看着电话 像我这样这样子 都要看着 一看一带上这个 看着电脑的话 我都要保重好自己 已经带上蓝光的 所以呢 就说 我们开始就有这个问题了 而且一日期原重 有些人呢 他就说 的问题呢 会在 这个 很多的 这个 颈部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身体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肌肉 我们身体 整个身体呢 有 平滑肌 有这个骨骼肌 又有 也有心肌 心脏是最多肌肉的 那么这些肌肉呢 运动呢 受这个 自主神经系统 指挥 也是 这个神经系统 我们的脑部 是控制我们 气关的神经的 所以骨骼肌 让我们身体 在空间中运动 所以你的骨骼 好不好 也要看你的肌肉 好 我们当然今天 不只是说颈椎 不过颈椎是 现在很多的问题 都发现在这个 很多人的 这个身上 尤其是 肌肉这边 肌肉让我们能够运动 所以它有平滑肌和心肌的运动 让我们能够心跳 消化 尤其是你的 你看你的这个肚子 它能够装很多的 这个叫 我们的胃酸 它能够装到 很满很满的胃酸 所以长期的 跟我们消化 你说它的这个肌肉 它的这个 整个肌肉组织的 这个平滑肌 是不是很强壮 是的 真的是很强壮 你的脸上面的那个肌肉 也是很强壮的 它的那个肌肉 所以 不过呢 有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 这个 来自我们的 这个 原有的 这个身体 就是说 天生 可能那个 那个肌肉 的不好 有时候会有 泪酸倒入 也是有些是 后天的问题 如果我们时常喝 Cook 或者是 酸性的饮料 酸性的油料 带酸性的饮料 其实都会 把我们的这个胃脏爆 如果你是有吃这个 长期 时常吃这个 会发泡面 都说叫泡面 所以它一进的话 它就会膨胀 如果你把泡面 再把那个 再喝Cook 或那个碳酸 饮料下去 它就在我们的胃里面 膨胀 所以消化的 这个过程呢 又很久 而且呢 你在 在 测试你的 就是说 年轻的时候 没关系 你在吃多几年 泡面加碳水 泡面加这个 碳酸饮料的话 你是在破坏 自己的食肠道 所以我们很好吃 味觉享受 是非常 也如是上的天堂 这样子 不过是 真的是会对我们的 胃 整个食肠道 造成 问题 它会把我们的 胃酸西化 也会让你的胃脏爆 所以 整个化学 而且呢 把胃酸呢 也会提高 那你也会有 这个胃酸导入的问题 所以这些平滑肌 和心肌的运动 实现了心跳和消化 等身体的机能 所以这些肌肉的运动 是靠我们的 中区脑部 自主神经的 你不用去 就是说 send signal 给你的这个胃 现在是时候消化了 你去要想一想 才去送给它 不是 不用的 这个都是自主神经的 那么不是自主神经的话 就怎么样呢 就是你摸到 你摸到一个热的东西 你感觉到热的时候 哦 我应该收 束手了 那个就是你自己的 这个管控能力 你要有这个 你要你的头脑去 send signal send这个神经 send signal 到你的手 然后哦 是热的 赶快收 束起来 所以你的肌肉 跟你的 这个神经系统 是细细相关 而且呢 这个就是 我们叫做的 就是 我们叫做 parasympathetic system 所以不是自主神经的 所以骨骼肌也是 骨骼肌 我们还有骨骼肌 骨骼肌有600多块 我们整个身体呢 都有600多块 而且是我们的体重的一半 大概一半 所以这600多块的 这个有比如在肩上啊 颈部啊 背部啊 你看那个我们最不用 没有用到的 如果你是长期坐着的 最没有用到的 就是肩部 颈部 背部 整个屁股 骨骼部的这些肌肉 我们很少用到 所以呢 身体是很聪明的 一旦你没有用 你不用的话 那边就是很好的 土肠室 所以呢 他就把那边的肌肉呢 越来越多 你会感觉到很软 整个背部都很软 软软的 没有什么肌肉 肌肉就慢慢消失 而储存了很多的脂肪在那边 身体就是那么 这么可爱了 很聪明 骨骼肌呢 有600多块 所以在我们的体重呢 可以说是40%这样子 血管和神经的 就是在每块肌肉上走行 帮助控制调节每块肌肉 所以呢 骨骼肌也是让你容易 最容易 最容易去训练的 就是你的骨骼肌 骨骼肌连到骨骼的方式 而且呢 它也是直接 就可以 让你能够 它收缩的时候 就可以拉到 它最近的这些关节 所以你的关节 跟你的骨骼 是息息相关的 有很多时候 有些人 他要念 他的骨骼肌肉不强 导致他把自己的 整个姿势 就会在 这个范围 就是在 盆骨和膝盖的范围 所以他会 用很多力 在盆骨 因为我们这一边 你比如这个我指的这一边 就比如在你的盆骨 盆骨的这一边 你的这个骨 这边的骨 是最细小的 什么老人家 那么老人家跌倒 那个 是最容易 戒大腿的 那个骨 是最容易 断裂 所以要怎样去保护好我们这个 这个骨 骨骨骨连接的地方 尤其是 Joint Joint area Pelvic bone和你的大腿之间的那个 Joint 是最细 还有你最容易 我们最时常用到的就是 黏膝盖 对吗 膝盖这一边 也是时常 我们时常用了 日夜的老鼠 因为我们的臀部和小腿的肉 很弱 导致这一边的膝盖的问题 日益好损 所以叫我们叫老鼠症 这么老鼠症 大家都不知道的 因为是靠 我们的意识 靠我们的身体的 整个的姿势 讲讲一下 我又翘脚了 所以我又要把脚放下来 因为有很多时候 当你坐坐的时候 你就很喜欢去翘起二郎腿 当你翘起二郎腿 翘起右脚的话 你就把你的重量 做在你的左边的屁股 左边的屁股 有时候你左边的屁股做多了 你就会把整个的压力 都把它放在你的左边的屁股上 和你的大头上 那么有些人就会闭咯 哎呦为什么 我现在越来越容易脚闭啊 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呢 去检查一下 你们自己的知识 自己的知识 有些是说 那个 这个 这些 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说 就是一个意识的问题 因为是习惯 我们大家的习惯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想讲一下 我也要有一个conscious 就是说 我要有自己的这个自 conscious能力 就是说 我要 哎呀 是我现在翘了 要一个两脚 要把它就放下来 又或者是 你翘惯了 右边 你就要翘左边 要不给它balance一下 对不对 尤其长期坐这个 驾车的朋友 长期驾车 你时常要做grab 甚至做grab的朋友 grab是一个 这个现在是最上销的职业 我们要尊重grab the driver 而且他是 是帮助很多 那些完全呢 就是待在家里 而且呢 连接这个食物 尤其现在的人都被 那个guarantine guarantine到很惨 不小心就中招 就必须 就必须selfguarantine 有COVID这些 除了自己的健康 还就是 有些自己煮又煮不到 就是要靠grab 所以grab driver 其实是一个非常 我们应该尊重的一个行业 因为他们真的是联系到外面的食物 给我们这些需要的人 所以呢 啊 常去驾车 还有那些那些 罗里 罗里的driver 假期时常要驾的 啊 这些这些 罗里driver和这个 自常驾车的朋友 他很喜欢 尤其是你的坐垫 不是很好 有时候你不顾注意的话 你会发觉到 尤其是我们大大 大 class嘛 长期的时候你大 你 通常是auto的 所以你要左脚 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你就会 重量会在一个屁股 那么如果你长期驾车 你就会坐在一边的话呢 你就会有做过神经929次 就这个是如同 你在电脑前面做住8个小时 你不动 或者是那整个肌肉完全不动 你就会很容易呢 在整个压力这边 尤其是会驮背的朋友 你后背肌肉不好的朋友 后背肌肉好不好 也要看自己 看看那个人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得到 他很挺的话 他后背肌肉是非常好 如果他前面的度呢 越来越大 它背后的肌肉其实越来越弱 这个是连接的问题 肚然越来越大 就好像你看大肚子 我们怀胎 怀胎十个月 女人真辛苦 你怀胎十个月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自己腰酸背痛 而且整个肚子压着你的尿 旁观你的疼骨 整个这个大腿 膝盖完全住有力 可是你难道就是说 如果你的重量加重了 因为你怀孕 你就不去训练你的大腿吗 不是的 如果是美国的 如果你依照美国的这个 它的这个guide lines 给孕妇 你更要 你更要每天要去 是时候的走 走路爬楼梯 上下蹲 有帮助你的盆骨胎 也还有帮助你的肌肉 收缩放手 这个就是我们要锻炼骨骨结 因为我们承受的是另带另个人的一个重量 肚子越来越大 还有胎盘的血压这些 所以这个整个 整个的这个断面 大腿的肌肉 盆骨的肌肉 小腿的肌肉 都要把它断拎起来 尤其是你看我 就是要说给大家 就是在这里呢 你整个 你整个的这个 这个屁股肌 大腿 和小腿的肌肉 其实有很多片 很多片的 很多人就以为那只是一片不是很多片 所以很多人就如果是运动 他们时常都会伤到他们的这个肌肉的 这个肌肉 尤其是前面的前面的大腿的肌 你的hamswim的肌 屁股很很难是会伤到的啦 其实屁股是很难伤到的 只是是说在 呃 大腿的前方你会伤到 然后呢 有很多时候是那个韧带 那我们这里讲就是韧带和解体组织 这边就用不了很多 尤其是你时常会用这些关节的运动 比如打Babinton啊 尤其是玩Wallibur啊 这个篮球啊 就用很多你的脚踝的韧带和膝盖的韧带 所以那么在ACL这边的话韧带是不是肌肉呢 韧带不是肌肉的一种 可是呢 它也是一个组织 我们的CELL是很多种的 所以你看我们有400多600多块的骨骼肌 400多块的那个平滑肌 那么你要滋养这些肌肉 你要用什么来滋养 请问大家 你要形成这些肌肉 你要需要什么 你就是要氨基酸 你要氨基酸 你要 有些人就想吃Botin啊 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这是吃Botin 拼命吃Botin 可是你要知道的是不同的氨基酸造就不同的肌肉 而且你还有很多韧带组织 解体组织 这些连接组织 还有呢 你的整个皮肤的那个表面层 这些很重要 你要确保自己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完完善的这个氨基酸去去照顾它 然后呢还要在这个collagen这一边 这个collagen这边呢给它有这个cushion 同样同样 膝盖中间的那个不是叫collagen 膝盖中间那个叫sinovite fluid 把那个fluid呢就不是没有的去替代 很可惜就是你真的是要照顾好 尤其是那个sinovite fluid 可是呢那个整个cushion就是你的骨骼包住你的骨骼的那个 那个骨丸呢就要照顾好 一好损了呢 应该是没有的坏 那么在医学界呢是有的打针 放假的进去replacement near replacement啊 或者是打sinovite fluid下去了 可是有很多时候就不因为它是一个代替的 就怎么也连接不上我的神经 使患就没这么厉害 做了near replacement的人反而觉得过后 刚刚开始还ok 过后还是会有问题 所以最好就不要伤到你的这个关节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关节 很难很难修复 它修复时间拿太久 所以在你要保护好你的关节的时候 肌肉很重要 我今天讲的就是要这样子 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个肌肉 每一个肌肉骨骼肌心肌什么平滑肌 全部都不要把它念起来 念起来 所以呢就在这里呢回复到这个 所以你看我们要锻炼这些肌肉要怎么办 锻炼这些肌肉就是要用到很多的我们的油脂 还有我们的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氨基酸 所以呢 CELLPRO有48的18种重要的氨基酸 还有来自植物性的 它也是AFA素食藻的氨基酸 所以很重要的在锻炼锻炼你的这些肌肉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 还有如果大家是要锻炼的同时呢可以加INCHERWELL MAN的时候呢 因为它里面也是有个自联BCAA 自联氨基酸呢是可以你帮助你更加提升建设这个这个肌肉的重要的营养素 我们不只是要氨基酸我们还要许多很多种的这些营养素尤其是重要的这些 微量炎素和这个维生素去帮助我们的肌肉健身 所以在BALANCE和硬加果油不饱和脂肪酸的滋润性是一个润滑剂 帮助你收缩放松拉的收缩放松这一边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大家要很知道就是说你看你有600多块的这些肌肉 你的重量大概有一半都是肌肉的 那么有些人去量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我的脂肪那30多巴仙 那么我的肌肉肌肉的percentage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它是相对的 所以只要你的脂肪percent一高 你的那个肌肉的这个percentage就会低 percentage就会低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锻炼肌肉 可是不是说锻炼肌肉要你一块块 好像那个真的是去做选美不是 怎样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呢年老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这些肌肉呢 可以支撑我们走完下一段人生 走的时候你可以挺拔挺拔的 整个T字形的走得很好 那个脚呢走去前一步呢都不会 都不会说哎呀不稳啊还是这样 所以这个脑部啊神经要很重要 所以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重要 所以硬加果油和这个balance在这一边呢 保护好我们的脑脑部神经啊 我们叫做脑黄经啊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因为他们是总司令啊他就是那个自主神经的总司令 这样你的肌肉这边收缩那边是你的肌肉如果不是骨骼肌 当然是用你的这个conscious的这个你上一个signal去 我要收缩这边啊我要锻炼这边啊 这个全部都是你的你的instruction 可是呢你的这个心肌啊之前的那些 这个心肌啊平滑肌啊这些是automatic的 他是auto的神经他不可能是要送你我要停呼吸 我心脏我不要动不可能你要他不要动他也是动给你看 反而那你要他不要停他反而停给你看现在往往有些人有些人突然间心脏衰斜 好然后又或者是jam啊jam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这个当然我们最好就不要得到了 好所以在很很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好啊这个防疫行动啊防疫的这个sob啊 我们最好不要得到这个种到这个covid的就算是这个omicron 不会导致死亡率那么高不过他的后遗症哪是太可怕了 所以后遗症很可怕的话我们还是要照顾好了 所以这个每块肌肉和神经呢需要呢这些我们的营养素去治养 另外呢啊心脏血管消化道旁观啊就是有很多的肌肉去组织这个器官的器官病 所以你肌肉在拉动骨骼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骨骼肌啊之前的骨骼肌 看到胃肌啊肠啊这些都是自主神经感啊你从来没有散过signal说哎我要大肠啊啊 快速的好快快快快给我蠕动一下好让我大便每天大便你可能你都散不到这种signal的对不对 我的胃啊赶快消化我要瘦一点或者是我胃我要薄一点 你都不可能的做到这些问题对吗 所以包括这个肌肉肌收缩松弛的这些运动啊营养完全消化的过程这些都是这样 膀胱啊膀胱呢这个呢有很多时候呢你不可以阻止你的尿到你的膀胱 不过呢你可以去控制你去厕所的时间 这个我就要讲一讲因为很多人都动现在啊中尿到眼尤其是女孩子 所以你女人因为她的这个排尿系统比较短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呢这个忍尿的工忍尿工一流 所以太忍尿的太厉害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这个尿到眼的发生 啊尿到眼的发生哎膀胱啊不要搞笑因为年轻人也会中为什么懒过头 睡觉睡到整12个小时啊整12个小时或者是从晚上就开始睡到第二天 然后呢尿尿膀胱懒的都懒得去 好那么这个这个会发生的有很有几个就是我有几个case都是会 哎呀我我年纪轻轻就中道到眼我讲你干嘛你是驾 grab 甚至塞在车或者是长途上不是我睡觉我懒得去厕所 然后每次起来我就有叫做香酒 哈哈哈太脏了我说你这样年轻那个妈是还这样强壮的时候你就已经弄到他松弛了 你不用说老老的时候啊你真的厚不住的时候 你会好好好可怜 所以不要啊我们不要说等到那个膀胱啊脏的要命了过后才去小便 男人很容易啊就算塞车啊一个罐了就很容易啊 如果急的要死或者是他们就停在旁边就是就就在那个水水沟水沟 或者是旁边的那个大大大路旁有发到有些落就发现到有些落里 他就停下来就是要小便了忍得不得了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塞车塞到几个小时 那么女女的呢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的停下来 你还是要去的忍不到不要忍啊 忍 忍不到了就不要再忍啊 所以今天要放下来 因为这个肌肉也不能送你这样子好处的 这个肌肉肌呢需要你 在空的时候就去啊 我们瑜伽呢也是有一个这个帮助我们去练啊 我们的收宿收宿放松收宿放松的这个东湖的 这个这个问这个这个姿势 一直你坐这都可以练的 坐这都可以练 所以动脉地上的这些平滑肌呢有助于血液循环 然后有助于血液循环的 那么你说男人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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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吗 一定要到炎的问题他们不会那么 这个他们不会就是说那个 prevalence没有这样高 incident在男人不会很多 可是呢 不是没有哦 不是没有啊 如果是有的话他也是很过分啊 就是男人就是懒得出自那种啊 连小片都不要忍 忍耀风一流啊 不过呢 有时常发生在男人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他穿的底裤太紧 啊 那个裤太紧啊 那个那个整个裤头到他的裤裤 裤面太低啊 很流行嘛 然后那个裤脚太 那个裤裤脚太紧啊 压到他整个整个这个 啊 搞完跟或者是前列啊 导致有这个 血液不够寻缓的问题啊 这个也是会出现 那个是也是呃 导致这个呃 肌肉和血管被压破啊 肌肉脂肢和血管被压破的这个 这个问题会发生 这个长期的问题 也会导致这个前列腺肿大的问题啊 这个当然跟肌肉脂肢不是很相关 不过呢 我们还是要去讲一讲一下啊 讲一讲啊 男人跟女人的这个问题 女人的子宫 是最有弹性 最最有弹性的子宫 因为呢 他可以撑得很大啊 他也可以收缩就变成这么小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平滑肌啊 很很重要的这个肌肉啊 你是要我们的 我们时常去滋润的 很滋润的 你的这个 你我们呢 就是要必须要吃很多好的 这个 优质的蛋白质和这个脂肪酸呢 去保护好它 所以你可以说哦 你看你整个大肠的心脏到你的 胃部和大肠到我们的子宫和旁观 全部都是肌肉 不是说里面不是肌肉 全部是平滑肌 所以很重要 所以那一旦有机的撕裂怎么办 撕裂如果你看不到啊 当你拿刀割开你 你才看得到 那里面呢 打一下球 或者是有些人哦 那个 很平 很现在很 很时常都会发现到的啊 这个突然间这个脚踏错步 一下子哎呀 伤到我们的脚来 就会有一点点的 咖一声就会走 有些人呢 就是一做运动 真的是会带到的 就是撕裂 他的这个肌肉撕裂 那么你有撕裂的情况呢 就 必须 要修复 你 你真的是不能动到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哦 你说这个 这个这个骨骼里面哦 你看 这个男人 他的这个大腿 我们很多时候都大腿肌会受 尤其是运动的人 大腿肌会受裂伤 中间的这个地方 还有呢 啊 喜欢跑 或者是喜欢跳 或者做运动哦 呃 ACL这一边的人 啊 容易裂胎 当然很容易啦 ACL现在呢 啊 多少钱呢 一 30千 啊 30千 呃 ACL reconstruction 30千 40千都可以做得到 有些医生 呃 automatic surgeon 呃 20多千 都可以不过 还没加 plusplus 所以 ACL reconstruction呢 你一做 啊 你你这个韧带 要 要 要再 construct他拿哪里呢 他可以拿你大腿 那大腿破开你大腿里面的这个 筋拿出来去补那边 一下 啊 补成一下 也或者是或者是拿你屁股哦 啊 你屁股也是有筋的嘛 就是 有 有 有杀过鸡吗 哈哈哈 大家有杀过鸡吗 杀过鸡啊 啊 猪肉啊 鸡啊 中间 中间不是有筋呢 啊 啊 有些那条筋啊 就是这样 这个是就是你的就好像你的这个ACL 这样子 嗯 所以医生就可是可能用这个屁股的筋啊 或者大腿 这个筋呢 就是去去replace你的这个ACL 好 所以 可以做的 只要保护好我们大腿的筋 啊 那么你的膝盖这个ACL是有的做的 啊 有钱就可以 所以呢 那么 不要有这些开刀的 动手术之苦 最好就是要保护好膝盖 保护好膝盖 锻炼好你的大腿的肌肉 你看你看大腿的肌肉啊 我们大腿的肌肉呢 是非常多的 这个一大块旁边小块 所以这两个小块啊 往往是坠落 往往是坠落 还有呢 这个盆骨 你看上面还有一个分分下来 从盆骨腰部盆骨这一边的这一个 这一块呢 这块肌肉呢 也是时常我们很难去锻炼到的 尤其是你时常做的话 这个就是躲起来 他还是因为有 这块肌也是有 不过呢 肥肉就包住他了 所以 然后呢 小腿很多人小腿都不去念的 尤其是你孩子 我发觉到小腿完全没有肌肉 美感是有的啦 美感是有的 不过 我不 我不鼓励你没有这个小腿的肌肉 有些人说哎呦 我这样大块 我不喜欢爬楼梯 我不喜欢爬山 因为我的大腿啊 或者是我的小腿会很大块 不好 好 所以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说的哈 你有锻炼呢 对你以后在越 越日渐老化的时候呢 那个肌肉是保护你关节 而且保护你手 走动的 唯一的救命 救命的这个组织 就是组织很重要 那另外呢 很弱的 就在哪里呢 我们 我们女人啊 我们想女人啊 因为三八妇女 就要大老家 想你多一点女人就是我们的这个dial toy 我们这块机是有的哈 不过有些人我们要骨头啊 有人要很多骨头跑出来 可以穿股肩穿到很美的 所以呢 就这个dial toy 那往往没有了 没有那个mustle 那mustle不要去不要起来就好了 不要看到这个mustle 男人他就会去念起来对吗 所以呢 有一点点 要怎样都要念 你可以念 你可以念一下 可是不要他肿起来 也是有有这些 附健的这个动作 去帮助我们这个关节 跟关节 肩膀关节 跟这个 肿臂的关节的这一边呢 去训练好你这个肌肉 不是说美感 我们不需要美感 这个肌肉很重要的 去保护好你不要得到五十肩 因为我们会得到五十肩 我们女人嘛 包包是一大堆的 越会提包包 包包又大堆 如果你这一边 这一边没有的话 你就靠关节了 你这一边的肌肉没有 手臂 bicep又不要 bicep又不要的话 你这个手 手肘 你就靠他拿东西 你拿东西 我越老 我不要 你拿东西 你越不拿东西呢 你就手就越萎缩 手越萎缩呢 其实越没有力 其实不对的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你 我脚有力就行啊 我手不需要 那么多肌肉的 不是的 手一定要有力 为什么 因为你跌倒的第一个 救命的就是你的手去撑 撑在地上 很多人 他的手啊 来不及去救自己啊 把自己的脸 啪在地上 又或者是整个 哪里创到还是怎样 好 会创到自己的膝盖啊 如果他有敏捷 他的肌肉好 反应能力很好 有训练到的话 他的手会顶着 这样子就不会创到你眼睛啊 从你这个 当然你失神这些 失神落魄的 那个时候就不用讲了 不过 你有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这个 reflex reflex auto reflex 你会自动啊 你有锻炼的话 那个你有锻炼的人 不是一定要念出什么肌肉 你有锻炼的人 你的手脚 很快你就会去保护自己的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 我不是叫你念出来 要要去做什么选美啊 选美达人不是 只是说我们 尤其是女人啊 尤其是在这一个 和你看肩膀跟这边的这个肌肉 完全都没有念 这个是很重要 那么肌肉 就是说每一天呢 我们建议你啊 营养这一边 待会我们会进入 可是如果你说我们在锻炼的 当儿什么样的营养需要 你就需要说 你要脂肪酸 不饱和脂肪酸 你平常吃的食物里面就有饱和脂肪酸 那个很 那个也是要摄取进来 平常食物照摄取 你有吃散单 这些也要摄取 不饱和食众生食众少吃 然后呢 Balance 可以摄取进来 因为你怕相丢啊 你怕 Ola Sun Balance的Omega-7 跟Omega-3 配合起来 再加上这个6合9 它很有效的 能够把你的这个组织 细胞组织的这个陈墙去修复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颈部 脆弱 我们要牵牵颈 很多时候要牵牵颈 要拉这边 要穿这边 要什么 那么也要时常去锻炼一下 虽然这边的颈部的这个肌肉呢 是很细小的 我们不需要像男人这样念到好像三脚鸡 要什么鸡 要什么鸡 不需要 可是你至少呢 给自己这个拉伸的动作呢 不要只是会转头 有些人看看看看东西啊 连整个身体也转的 他连颈部都转不到 我不敢转 我怕晕 我也是有有这些朋友 他是看东西 他就不敢再转 他的颈部 颈部没有这个rotation 我不是说要180度的转 所以说他不敢转 去左边不敢转 因为他怕 他怕不知道伤到哪里 很容易 可能他会有老枕的问题 思想 这些这些问题呢 是可以 如果你时常会有老枕 像我时常以前呢 就有 做了这个12年都是在工作的 这个这个laptop做 12个小时都在laptop做工的话 我很容易老枕 第一就是我长头发 然后可能就是说就 就 这个 因 第一个营养我就没有什么去照顾到 第二就是头发四个子 就keep在那边 就有这个风丝的感觉 第三呢就是运动没有运到颈部 这样子他修复能力也是蛮少 那么你僵硬紧绷 完全就在这一边 你每天就是僵硬紧张 每天就是做键盘Warrior KeyboardWarrior的话 你就会 慫慫肩 时常慫肩 铁血压也高 富贵包也会伸 再加上呢 你的颈部也会僵硬 好 那么叫这类的朋友呢 很建议他们真的是要做一些晚 晚生运动 然后时常用这个 我们建议你就是我们的 因为现在出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红外 远红外线的这个 眼带 复离子眼红外线这个眼罩 你戴在眼睛之余还可以把它戴在你的颈部 帮助血液喜欢 在遗址的同时 当然是如果你做运动上好不要做到他 因为流汗最容易嘛 就不要戴这个眼罩 平常的时候你在aircon的时间的时候可以戴着 因为他至少都可以帮助你 帮助你呢就是他有那个玉石 然后还有这个复离子 可以帮助你去去这个血液循环 肌肉的血液循环 晚上呢把它戴在眼睛 当然眼罩我们都知道他的好处在哪里 等下我们就会进入来个recap 不过在这里的肌肉 大家要很很时常要做这个拉伸的动作 在你还没有看开始做你的工作 看你的电话 有些人是一秒 我是给一百万修罗的 有些人他一定要看电脑 看电话对不对 所以低头已经做了一大堆了 所以这个颈部的拉伸 一定要把它拉好 深呼吸吸气 才把它拉向右边吐气 再吸气上来 再吐气向左边拉 靠向你的肩膀 所以整个肩膀要下沉 不要松上来 下沉 至于去保护好自己的肩膀下沉 然后吸气倒向右边吐气 再吸气倒向左边吐气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也是可以做一个在里做颈部运动 那只是需要多少呢 这个5到5到10分钟的 问这个时间 难道我们给不到自己吗 说这个家姐说 哎呦很浪费时间 这些热食应该很浪费时间 不是很浪费时间的 早上来一杯宵破 然后你吃那个 intra well lady 它很重要里面有这个姜黄素 然后又有xenetin 这个xenmec的营养素 它是能够滋养你的眼睛 又帮助你消炎 帮助你减轻抗发炎的这个动作 而且呢又有这个神经的这个这个活性 活性营养素 所以呢建议大家 如果如果时常会这个颈部 有这个肌肉劳损 或者是有这个关节劳损的朋友 真的是intra well lady 要把它这个早上的时候 拾取卷 或者是五间的手包拾卷 你早上一包 这个shoutour 然后过后呢 你就喝印加果油和备人 然后呢 午餐的时候你就喝这个动铃鱼吧 就 然后早上的时候喝了过后呢 你就可以做拉伸的动作 吃了过后 你就可以是做一些拉伸的工作 做一些拉伸的工作 然后才来开始做你的工 做你的工 有些人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那么我建议你 你怎样都好 一定要有一个滋养你的整个身体系统的一个营养食物 所以你烧破 印加果油 Balance 还有呢 你的这个 intra well lady 早上就帮他摄取 早上摄取 早上后过后 你才去吃你的午餐 OK 然后 为什么很重要呢 待会我给你看 所以你看 眼光外线的这个能量 可以产生温热的效力 我们时常 在Aircon 有些人还在Aircon底下吹 直直吹 直直吹 直直吹还不得已 还是扭动 所以你20岁 自己有那个这个能量满满的时候没关系 越吹越 越在冷气下面越吹越僵硬 你就会一样越来越僵硬 所以 建议你就是说能够转换那个 这个地方最好 Aircon不要止吹自己的背部 然后呢 带这个眼红外线的这个护离子 眼红外线眼罩 它产生这个温热效应 水分也被吸化 它可以帮助你这个 这个经验 在你的细胞之间的这个水分吸化 然后容易吸收 滋养你的脊部 然后呢 这也可以呢 这个是活化细胞 调节这个智力的神经 然后 扩张你的胃细胞 让你能够这个血液循环 只要你微微的这个做一个舒缓的动作呢 它都可以呢 帮助你调节这个 这个血液的 有帮助这一边 所以你尝试做这步动的时候 带在你的颈部这边 有帮助的 然后晚上呢 就把它带在你的这个眼睛部位 因为我们常是要看着这个电脑嘛 所以必须就是要促进这个整个眼睛周围的这个新陈代谢 这个负离子眼红外线也造势 很有帮助的 薄化细胞健康的这个促进行程代谢 改善血液循环 在这个巨部的周围呢 很重要 所以另外呢 你要怎样让自己更 保护到我们的整个 看你看来更年轻 肌肉一有 整个人都年轻了 你一肌肉一久 一拉伸 你会做拉伸的动作的话 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呢 就看来很有活力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有好的这个蛋白质 大家就说了 蛋白质尤其是要有Arginine 要有不过大药要有Tritophan 所以要有Arginine 晶氨酸要有骨光肝胎 要有这个Triptophan在里面 所以呢有什么样的食饮呢 是有的呢 很多时候呢 这个是印加 这个我们的Selpo里面 也是有Arginine Gugatayon Triptophan 那么在这个鱼 深海鱼啊 各种各种的鱼类 这个Avogato也是重要的这个脂肪酸 另外呢 我们的印加果油也是很 这个均匀的脂肪酸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帮助我们去这个 调理我们的肌肉和神经系统 最主要的睡要睡得好 睡得好很重要 睡得好很重要 所以你在睡觉的时候呢 请务必 这个要把自己的这个血液循环 照顾好 所以呢能够的话 能用我们的负磁磁磁磁背是最好 抗氧化食物要把它摄取进来 所以刚才教了大家好做一个拉伸的动作 要保护好哪一块肌肉 我们最弱的肌肉在哪 就是我们的背部 我们的颈部 还有我们的膝盖 周围的 你用很多 你用很多关节的话 那么你肌肉其实是不弱 你的关节会痛 就是你不会用肌肉的这个力道去带动整个关节和骨骼 那个就是今天所要讲的主题 另外呢怎么去修复 真的很容易绕疹呢 很容易拉伤呢 那么我很鼓励大家呢 多吃有姜黄素的食物 那么Sept Interval Lady呢 就有这个姜黄素 然后他又有这个保护眼睛的食物 就比如我们的Balance 硬加果油是眼睛的重要的这个脂肪酸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Arginine 我们的Arginine和Cocotail 还有来自CellPro里面的ZenMax CellPro里面很重要的 还有Curic和ZenMax 还有Androgeno就是当你很容易拉伤 你运动的时候 你会很多产生很多自由基 那么如果你用这个眼罩啊 我们的这个这个整个这个护离子瀑布之背 他就能够帮你外面帮你这个 综合掉这些自由基 因为它是负离子 你里面你又摄取Androgeno的话 你就有这些这个Androgeno肺酸高的抗氧 你还可以帮你调理 来这个把这个直流基降解掉 所以心脏脑部和这个整个皮肤眼睛的这个健康呢 也能够让它能够提升起来 所以非常重要 那么为什么我与DNCHLAD要把它摄取进来 因为它还有ZenMax和Curic之外呢 它还有Lyco360和Superberry 那个对心脏非常棒的 然后心脏和我们的整个眼睛都很好的 这个发泉功素 还有这些我们的这个花青素 Superberry 所以我们也是用这些Androsine 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Polyphenol 我们一定要用的 Polyphenol再加上Androgeno 哇保护好你的眼睛和我们的颈部的范围 心脏的范围是很重要的 那么要建立起肌肉的朋友 你可以吃这个动你男白 女人可以吃吗 可以 可以就是早上啊 如果你是要提神 因为它有提神的效果 所以你早上起来呢 就可以吃一包 Intraviolet 这个MAT 一包 因为它里面有什么 TOKIKWA和INNOBIO 这个INNOBIO它很棒 它是这个支联 这个支联的氨基酸 它能够呢很快的帮助你配合消货 或者你吃到了重要的这个这个 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之后呢 然后你再配合你的锻炼呢 你的肌肉快的形成去 当然 以此的同时 你的这个饮食要照顾了 不要说 不要说一大吃大喝 有些人一锻炼过后 就饿了半死就拼命吃 那么体重能够照顾好是最好 体重能够帮助到 如果能够就是说把自己的体重 如果你是肥胖 属于这个微胖和肥胖一旧的话 减一个5到10%的这个重量 能够舒缓你的这个这个关节 疼痛很高 就是能够20%以上 能降低 你只要有减低 如果你是肥胖者 肥胖者和这个整个肥胖 有偶尾胖和肥胖的问题 然后导致你的 你也有这个关节的问题 那么你减低你的这个重量 5%到10%是有助于减轻你的关节的疼痛 因为重量少了嘛 关节承受的能力也是少了 你减低的同时提升蛋白质 你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能力 他的这个自动自理能力呢 你可以呢 更能把自己的整个这个认知功能提升到50%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宣导的就是说 要活得健康生活 有健康生活要动起来 就是这个我们一位公司现在一直在宣导的就是吃营养的食物 保护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再来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运动多运动 运动也带到自己的生活里面 让自己呢更更这个更有活力 更有活力更有这个有健康的身体 有足够的肌肉把你带到你的脸去 那么有研究啊就是说在你能够把 如果你的那个肌肉的巴仙率能够maintain 假如说你的肌肉巴仙率 suppose是说应该是在20%左右 20到30%在你的身体 如果你可以maintain那个 那个percentage 不让它下降的话 你的能力 你自己的这个认知功能和走路功能 平衡功能都很好 能够给它们维持啊 就是说不要降的太低 或者是fat percentage提升到太高 能够在整个body mass那边提升就很 四五十 通常我们的body mass都是六十 六十以上的 五六十以上 所以大概就是把它的body fat把它降低下来 提升自己的body mass是最好的 另外呢 再给大家一个就是说 怎么吃这个androgeno跟这个 androgeno跟怎么吃这个我们的 硬胶well lady和硬胶果油呢 很建议就是说早上你要锻炼的时候 然后你就intrawell man一包加这个sail pro一包 加这个硬胶果油和这个sail pro一包 早上你就喝 你就是分两杯 一个是intrawell man加250cc的水 然后你喝你的这个硬胶果油一包和balance一包 然后你再喝250cc的水 你可以隔八个小时再来喝sail pro 或者是你可以先喝sail pro 再来intrawell再隔八个小时你才喝intrawell man 然后隔一天你就选lady来喝 一天男一天女都可以 然后每天就吃主要的这个重要的这个 这个18种氨基酸来自sail pro的氨基酸非常重要 这个是帮助我们去建设sail pro很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18种重要的sail pro 去帮助我们去建设身体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肌肉 还有呢肌肉你建设的当儿你需要不饱和脂肪酸 你需要饱和脂肪酸 你还有需要cholesterol 你还需要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 不是说不是说他只需要一样的元素 不是这样简单 所以身体需要这些这些这些原料呢 去支撑你整个身体的整个精神代谢的功能 所以我们要给猪为他维生素 而是在这个这个非常的时期你可以吃 就是说多吃一点这个维生素 B和五身素C 还有呢我们的zinc 还有selenium 这一些非常重要 还有magnisim 为什么zinc magnisim selenium 我们都鼓励大家吃 超限呢我就 除非你是处于完全不吃动物性脂肪 动物动物你是昏都没有吃的 然后呢你平常连奶也不喝 然后肉也不喝蛋也不吃 那么calcium 你就要可以多就是要从这个supplement里面拿出来 不过calcium我不建议你吃 我不建议你吃这么多 然后尤其是市场身上的calcium很容易会就是会盖化 如果除非你是真的是说有这个谷歌疏松症 已经是谷歌ostopinia 已经是掉入黄线了ostopinia了 那么你就必须要吃Vitamin D3和Vitamin D3和calcium 你还是要吃不足病 那么再以此的东西 selpro把它摄取进来 因为这些都是来自植物性的这些营养很重要 那么那些synthetic的synthetic的Vitamin C 最好就是少吃 尽量从原汁原料里面拿出来 那么为什么我鼓励selpro呢 因为selpro是来自素食藻 它是素食藻所摧取出来的这些营养 这个整个都是营养素 它的整个分为来自素食藻 AFA素食藻 所以也是有这个 kid white kidney beans 还有pandan leaf extract 所以是非常自然的 就是synthetic的 非常自然的这些植物 然后多功能食物 然后萃取进来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平常的时候 缺乏摄取到蛋白质的时候 或者是完善的营养的时候 可以来报Synthetic Pro 再加这个 这个我们的 尤其是我们的 Inchowell lady和Inchowell man 把它摄取进来 帮助提升我们身体的这些新陈代谢 然后提升新陈代谢有帮助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是分享到这里为止 另外当然Inchowell ladies 这个Androgeno帮助可以降低我们这个 我们的Tolomeus的好损 那个是更不用讲 我之间的课都已经讲了 所以就分享到此结束 然后可以公开给大家问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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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